美国海军为何笃定中国海军战舰的发展 将在不久的将来与它并驾齐驱 热情的巴西人对中国战舰的命名 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 70周年海军节展示了中国海军近十年来 全新的建设成果 引发了关于全球海军真正实力的讨论 此前一直被低谷的中国海军亮出实力后 不少国家纷纷表示 中国海军的进步超乎想象 而美国也发表一系列文章 来表达在不久将来会被中国海军赶超的担心 不管怎样 能获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的认可 中国海军的发展无疑是成功的 据美曾对中国海军的发展发出过一番惊人言论 称中国海军将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舰队 它的发展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支主要海军 同时 美国海军情报局估计到2020年 中国海军将拥有313到342艘军舰 而美国海军在2018年中期拥有285艘军舰 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来看 这两个海上力量领先世界的大国 海上实力最终将趋于对等 美国人对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感到十分担忧 并表示美国海军想要做出相应的应对方法十分艰难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詹姆斯对此直言不讳 称美国一直以来都将中国认为是一个容易打败的对手 但当他们高速发展的时候 美国人自己却在混日子 在美国人发表自己感受的同时 巴西人也另辟蹊径 从另外的角度分析了一波中国海军的实力 他们认为 中国海军军舰的名称显示了海军的扩张程度 如今能用来给中国战舰命名的程式已经不多了 例如在海军节中 首次亮相的055型驱逐舰被命名为南昌舰 另外三艘055型驱逐舰中的一艘被命名为拉萨舰等等 中国战舰的命名规则是驱逐舰和护卫舰以相应的中国大中城市命名 虽然中国省会城市的名称不多了 但大城市还有很多 巴西人也很关注这个问题 提出了一个建议 称或许可以使用历史上出现过的都城名称 比如洛阳 长安等来为这些中国战舰命名